5月5号至10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行程结束之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初夏时节 习近平主席开启2024年首次出访 五天六晚 三国四地 三十多场活动环环相扣 双多边结合 正经文坚固 既有正式隆重的国事活动 也有不达领带的亲切互动 既有视野广阔的战略沟通 也有推金致富的畅所欲言 王毅三国均高度重视 给予最隆重接待和最高规格领域 此坊立足欧洲 放眼世界 实现中法关系再巩固 中赛关系再强化 中兄关系再提升 中欧合作再出发 是一次传承友谊 增进互信 提振信心和开辟未来之旅 圆满 顺利 成功 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持续热议 普遍认为访问亮点频出精彩分成 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远超双边范畴 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积极进取 彰显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担当和魅力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 并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 素有独立自主的传统 两国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前列 成为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 相互成就 共同演进的典范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是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的最重要议程 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高水平战略沟通 习近平主席回顾总结中法建交60年的 珍贵历史 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 提出要做到四个坚持和四个共同 即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 坚持相互理解 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 坚持高瞻远瞩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反对脱钩锻炼 马克龙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深邃洞见 表达强烈共鸣 两国元首就进一步发展中法关系 达成多项共识 双方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 生物多样性与海洋 农业交流与合作四份联合声明 签署近20项合作协议 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通马克龙总统先后举行尼斯业化预言查序 去年在广州举行松原会晤 此次马克龙总统精心设计 邀请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赴对其个人成长有特殊意义的上比利牛斯省参访 携夫人亲自赴塔布机场迎接并送行 两国元首在土耳玛莱山口登高望远 纵论天下风云 从东方到西方 从历史到当下 就重大和紧要问题深入战略沟通 达成高度共识 土耳玛莱山口的驿站畅谈 不仅成为此法一个亮点 也书写了中法两国元首交往的右仪佳话 中法交往的每个高光时刻 背后都有独立自主的因素支撑 而中法发扬独立自主精神 每一次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 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理应担负更大责任担当 加强双边合作和多边沟通协作 共同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望 为人类的进步探索方向 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法关系将迎来下一个更辉煌的甲子 不断迈上新的更高水平 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 也是中国在欧洲首个全面战略伙伴 应伍七七总统多次盛情邀请 习近平主席再次访赛 塞尔维亚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贝尔格莱德多地点亮中国红 吴七七总统率前总统 议长 总理 外长等众多政要赴机场民送 举办史无前例的盛大欢迎仪式 近两万名塞尔维亚民众齐聚塞尔维亚国会大厦广场 挥舞中赛两国国旗高呼中国 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对习近平主席的崇高建议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方支持中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务实举措 彰显了中方致力于深化和提升中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和诚意 武器级总统多次动情地表示 中国平等对待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 让塞尔维亚人民感怀在心 中国是塞尔维亚最真挚的朋友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成为世界发展与进步的灯塔 中国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也为世界人民谋福利 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 特别是对习近平主席充满感激和尊重 为能同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成为铁杆朋友 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赛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实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欧洲的突破 既是中赛铁杆友谊的升华 也彰显了双方共同的价值理念 必将成为中赛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匈牙利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今年是中兄建交75周年 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匈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此访 书游客总统 欧尔班总理 连妹发出邀请 并共同举行欢迎仪式 欧尔班总理和外长赴机场迎送 同习近平主席长时间会谈互动 敞开心扉 深入交流 破坏中兄关系的未来 习近平高度赞赏 欧尔班总理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 表示愿意建立中兄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 坚持平等相待 坚持互信互助 坚持合作共赢 坚持公平正义 为两国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欢迎匈牙利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 书游客总统和欧尔班总理 均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系列全球倡议 凶方坚定不移做中国的铁杆朋友 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正当权力 好朋友比黄金更珍贵 中方愿同凶方 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 谱写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故事 汇就黄金行道 互利合作 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同马克龙总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 习近平主席深刻剖析 中欧关系的内生动力 中欧合作的互利本质 指出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 中欧关系攸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针对所谓中国产能过胜论的言论 习近平主席用事实和数据解一世或正本清源 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 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 代表的是先进产能 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 都不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 欧方表示 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 这事关欧洲的未来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 面向欧洲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得到与会欧方企业家热烈反响 很多人主动表示将继续保持或扩大对华投资 期待深度参与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程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习近平主席从历史纵深和战略高度 阐明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看法主张 针对个别国家炮制所谓中国责任论和各种甩锅推责言论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中方有诚意有行动也有原则 我们不接受任何利用危机抹黑中国煽动新冷战的言行 中法一致同意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 为和平解决热点问题发生 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出力 关于巴以冲突 习近平主席强调 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 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支持尽快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在攸关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和平正义一边 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 成为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夫人外交是此次访问的亮点 彭丽媛教授陪同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多场活动 并同往访三国领导人夫人开展友好交流 同当地妇女学生亲切互动 鼓励他们更多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 彭丽媛教授还应邀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接受担任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十周年荣誉证书 彭丽媛教授的魅力外交 对增强外国民众对华好感度 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 发出了和平团结合作的强音 充分体现了大国大党领袖的全球视野 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 再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 创新引领力 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